女生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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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大家有收看我的名人站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Maggie 今天想為大家推介一下 Hermes的改款 這個是Mini Lindi的款式 大家其實都知道 Hermes里面 橙色是它的最原始和最具代表性的顏色 但可以說它最原始的顏色現在可以是非常非常少見 只不過它會類似出一些不同顏色的顏色給大家選擇 亦深得很多類型的意外 因為始終外賣時你都知道它所有的盒子 所有的標誌都是用橙色 代表性是非常強的一個顏色 整體比起原始的橙色會比較深色 因為原始的橙色會比較淺色 沒有那麼銳色的感覺 而且這次配上一個金球 橙金亦是很多女士們夢寐以求想找到的顏色之一 Mindy Lily其實都不用我多說 由它推出的時候這個款式已經大受歡迎 而且是非常缺貨 只不過是近這幾個月才開始陸續在現場 或者可以面世到這個本身 Mindy其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很簡單 好像一個麵包形的設計 而用量也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它的設計簡單單 就這樣一個內櫻一個隔層 一個空間感 不會說有任何的隔層給你 只有少許而已 那麼你這麼大的空間 其實你放的東西已經是非常好的了 一般女士們的銀包、電話、小小化妝品 其實都可以放得下 那麼細小這個尺寸 我個人建議 其實你連內袋也不用放 只要你整整齊齊放了這些東西 其實已經是很方便的了 因為你說有些大尺寸 可能26、30之下 就會放一個內袋 就可以令到任何的東西可以換得整齊 如果用這麼細小的話 當然要配一些它們 这两个设计也是很简单 是一个非常容易 也是非常流行的款式 我觉得配搭在这个袋子里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我给大家看看 其实它放完这些后 甚至一部大的电话 它也是可以放下的 放下之后 其实你也看到它的空间还有位置 例如一般女士 可能放粉饼和唇膏 其实也是绝对没问题的 它的空间感是非常好的 除此之外 Mindy本身它出的时候 只可以肩背一条短带 Mindy这个设计 为何大家欢迎这么深 因为它的带是做了一个长带的设计 也是团皮的设计 它这个长度 就是可以让你斜背用 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是一个变了 几有casual的款式 除此之外 就是它这条长带的设计 令到很多人演变去 除了可以斜背之外 还可以怎么用呢 就是将它 缩短条带 变成一个手腕袋 随之变成一个比较lady 或者比较小可爱的款式 很多人在这里绑上一条trily 固定回去 就可以做一个手袋仔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款式 MindyLindy的配件 只有一件雨衣 配合给你 那就没有其他配件 因为它只有一个简单的锁 你喜欢扣也行 不扣也行 释除尊便 我现在试上身图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试上手腕 因为我都弄了给大家看 这个手腕 最方便就是 你手帮 或者身上蚊 我认为它非常方便 身裙会比较lady 特色一点 还有可爱之劲 除此之外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 因为它原意本身这个袋款 是斜背的 我本身163cm 其实斜背的长度 是刚刚很適中的 这个位置 刚刚飞到这个位置 其实也蛮舒服的 甚至乎有些客人 撕也都可以 不过有些可能 没有那么高 可能要在这条鞋子 做一点手脚 去绑上一条trily 做转去 用撕袋子 都是可以的 那今天呢 就先介绍着 这个袋款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来到我们 尖沙咀门市看看 或者下载我们 明人站的APP市 浏览更多的货品 因为难得有厌货 在这里 最后都会有个明显的 随时可以加个关系 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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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